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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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彤彤老師為各位做演講 在他演講之前 我先簡單介紹一下 彤彤老師 彤彤老師是北京大學的 法學博士 後來在北京的 中國政法大學任教 在 十多年前 2003年的時候 他曾經參與了 孫志剛事件 大陸廣州的一個社會事件 因為以法學博士的名義 發表了 公開的一些聲明 而且關注的這個案件 這個在Google的話 已經可以Google到 叫三博士上書 因為那個事件 彤彤老師跟一些其他朋友的介入 而使得當時 中國社會改革 有了一些新的發展 改變了一個惡法 使得人民的公民權利 能夠得到進一步的保障 但是這樣的一個改革 不是一步到位 十多年過去了 中國大陸現在當然 在人權保障 在公民權利的保障上面 還有很多新的情況跟問題 所以彤彤老師過去十多年來 在孫志剛事件之後 也一直積極的介入 中國民間社會的公民維權運動 甚至是民間的反對運動 那這兩者 其實有很密切的連結 而且目標是一致的 就是希望中國能夠走上 能夠保障人權 一個憲政民主的社會 那彤彤老師 目前是在 美國的哈佛大學 以及紐約大學 安任法會學者 然後過去十多年來 他們一直 除了學者的身份之外 他也擔任了 很多公民維權事件的律師 幫很多人爭取了他們的一些權益 所以如果你Google 絕對可以找到 大量的有關彤彤老師的介紹 因此我可能就不再多做太多的說明 你們在今天的演講當中 甚至包括演講之後 都可以好好的 去多了解一下 彤彤老師做了些什麼事情 而且能夠去體會他所做的事情 對於當下 對於未來的中國有多麼重要 今天這個演講 安排在禮拜一的這個時間 其實過去我在傳播理論這門課 是很少安排演講 這一次其實也是因為機會 就是彤彤老師 因為明天要離開台灣 他只來台灣幾天的時間 明天就要離開台灣了 他今天把時間給我們 讓我們有機會能夠替他 分享他的經驗他的看法 所以我們就把演講安排在這個時間 除了大學部的傳播理論課的學生之外 還有研究生 明天的 所以今天是兩門課的學生一起聽 我們今天的演講 大概會是60分鐘到80分鐘左右 後面會有大概40分鐘到一個小時的時間 讓大家有TOA的機會 希望大家能夠多多提問題 今天這個主題叫 中國的民間反對運動與公民維權運動 對於了解中國 不管是當下或未來 都是這樣的重要 而且你大概沒有很多機會 能夠去當面的去聆聽一個親身參與 中國民間反對運動 以及公民維權運動 十多年的歷史的人 在你的面前現身說法 而且有機會跟他互動 並且如果各位願意的話 可以繼續在背後 在演講之後 可以跟同教老師保持互動 不管是台灣的同學 或者是大陸的同學 應該他都會非常的歡迎 因為你們是台灣 或者是大陸未來的希望 不管各位是台生或是陸生 研究的是什麼樣的方向或主題 學的是傳播 或者是廣義的社會科學 我想今天我們都越來越不能夠 顧視中國大陸 在台灣的我們可能尤其是如此 全世界都在關注中國大陸 都在注視中國大陸的時候 我們當然不能夠不去管中國大陸現在發生什麼 以及他未來的一些走向 因為我們跟中國大陸之間的關係非常的密切 他未來變得更好也會影響我們 他未來變得不好也會影響我們 他影響我們已經變成是一個常數 那我們如何面對這樣的一個影響 或者反過來我們可被影響大陸 或變成是一個金額是相互的良性的正面的影響 應該這是大家可以共同思考的主題 那在傳播裡面我們很關注傳播可以做什麼事情 傳播對於民間的反對運動 對於公民維權運動 對於廣義的社會運動 對於促進社會改革 傳播應該是很重要的 那台灣我們有台灣自己的一些實驗跟經驗 今天管老師也在場他很有經驗 然後大陸的話我想唐彪老師是不會偶選 所以今天也會是一個兩岸的一個很好的對話機會 而且他們本來就是已經是好朋友 而且是老朋友 所以今天也是促成他們的老朋友可以在這裡見面 好 那我們就報告說 接下來的時間我留給唐彪老師唐彪博士會做演講 謝謝大家 非常高興來到中正大學和大家交流 我跟羅老師羅教授在一個微信局裡 然後他知道我要來台灣 就是說到這裡來講一下 我說好啊 然後我就給了一個題目叫 民間反對運動與公民維權運動 他說挺好啊 但是點完這個題目我就有點後悔 因為我在世界各地有進行很多很多演講 多數 起碼下都是講的是公民維權運動 因為這一塊我非常熟悉 參與整個過程的重要的事件 重要的案件 所以我不需要做任何準備 我就來這裡就可以講 而且你們問任何問題也問不住我 但是民間反對運動 我就要更早一點 然後要把歷史再往前推一點 所以那就有一些我不太熟悉的東西 我要做一些準備 有一些問題可能為了違規列 能夠特別好的回答 所以有講的不對的地方也請羅教授 管教授還有王教授 可能比我了解的更多 今天是2016年是文革發動的50周年紀念日 我的一些朋友也在籌喚一些討論會 來紀念文革發起的50周年 那文革是什麼東西 文革實際上是一場由一個邪教政黨和超級暴軍手發動的 用這個集權體制來動員暴民的一場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狂熱運動 在中國中共給邪教下了很多定義 說了邪教的很多特性 我們一條一條來比對的話 發現它自己是一個真正的邪教 那毛他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他所犯下的反人類罪行也幾乎沒有什麼能比得上 所以很少在中國天安門城樓上還掛著毛的頭像 人民地上也還印著毛的頭像 所以只要天安門城樓上還掛著毛的照片 中國的文革就沒有真正的結束 那在毛的統治之下 人民只有一個思想 一個生意 但是偶爾也會有一些零星的反抗 1966年9月24號 北外的一個19歲大師女生 叫王龍芬 他給毛寫了一封信 他說尊敬的毛澤東主席 你在請你一個黨員 你一個共和國什麼什麼身份 想一想 你在幹什麼 眼前發生的一切地位是什麼 你將把中國帶到何處去 他說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場群眾運動 而是一個人用槍桿子運動群眾 所以他說我從今天起 鄭重退出共產主義青年團 這應該是最早的一個三退的 一個退團 開玩笑 法輪功在1999年之後 2003、2002年之後 曾經發起了退黨 退團、退退的運動 那更早可能要拘束到王龍芬者 那在矛盾時代 只有這種靈心的反抗 不可能形成一種反抗運動 也不可能有什麼公民運動 因為連公民都沒有 只有奴隸成名 所有的這種反抗的聲明 都很快地被消滅 被壓下去 像1957年的這種右派言論 也是某種情勢的反抗 五七年之後有一些民間 或者是一些地下貪物 而且在北大1957年曾經有一個 叫519民主運動 那再後來像這個 新火 還有這個519民主運動的這個 這個民刊叫廣場等等 都是一些民間爭取言論自由的 一些艱難的努力 但是在整體上在毛的時代 任何反抗都要付出極大的代價 像林昭 玉羅克 楚安平 像李連 李九連等等 這些在中國這些有獨立思想的 有服氣的知識分子 要麼被迫自殺 要麼就被槍斃 要麼長期地被關到牛棚 關到監獄裡 所以我們知道 中國今天的這個知識分子 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 是非常因為失望 看到那麼多的媚言媚鼓 真正感受化有服氣的知識分子 非常非常少 從1949年之後 那些有服氣的奴隸之分子 基本上都被消滅乾淨了 然後就到了1976年 1976年9月9號 毛澤東他終於做了他一生當中 唯一正確的事情 終於死掉了 然後呢 這個時候出現了一些新的東西 我們知道文革雖然這麼慘痛 這麼邪惡 但是也有一些 比如說民間的一種反抗 在官方的某種慫恿或者墨性之下 比如說可以貼大字報 那在70年代末期 就有一些大字報 他反映了當時的一些訴求 有點像這個上訪信 像1977年 1977年 1977年 四十一周年的時候 周恩來 這個順便說一句 國內還繼續把毛和周神話 有一些人我的一些朋友 越來越多的人看清了這個毛的邪惡面目 但是對周恩還有相當多的人沒有看清 周恩實際上也是一個空前絕後 一個非常非常邪惡的人物 他幫助毛澤東建立這樣一個極權體制 維護這樣一個專制體制 也是立下了漢馬功勞 所以對周恩還是要繼續去挖掘 讓更多人知道周恩到底是一個 起到什麼樣的作用 1977年的時候 就有一些在天安門廣場的一些工地的牆上 就有一些類似的上訪的數據 然後呢 這個牆後來很快被拆除了 然後一些人就把這個大字報 貼到了西丹體育館的長達100多米的外牆上 我們知道這就是西丹民主牆運動 1978年的10月11號 貴州詩人黃翔和其他的一些人 在這個王府井大街人民日報社的這個門口 他貼出了這個火神交響詩 這應該是就是民主牆運動的這個前身 後來在11月16號在民主牆上正式的有一個大字報 然後呢 我們比較熟知的就是魏京生在民主牆貼這個 所謂第五個現代化 就是他認為中國不能僅僅的有這些工業現代化 農業現代化 真正重要的是民主 要有這個現代政治民主 這是在1978年的12月份 與此同時呢 有很多很多其他的這個地下貪伍 像徐文碧、任滿町 像陳子明、王君濤 也包括一些文學色彩貪伍 像北島、盲客 他們有各種各樣的貪物 然後通過這個郵印 就是你們現在可能都不知道 那個用蠟紙 然後刻成那個這個郵印版 然後在西南民主牆那地方就買很多人 就在西南民主牆的圍觀 他們也有很多外國記者 在看大字報、超大字報 然後相互討論問題 然後外國記者也可以和他們進行交流 然後這些人印了這些刊物就在西南民主牆那賣 大概我剛剛訪問了任滿町 就在前兩天我們參加同一個會議 他說貪物賣五毛錢一本 有一些如果是外國記者買的 他就五塊錢一本 也有的外國記者用五十塊錢來買 實際上就是給他們的一些支持 所謂境外敵類勢力 然後呢 就到了 這個西南民主牆有很多東西可以講 但是我們沒有時間詳細展開 總之到1979年的3月29號 當時北京市公安局發出了一個通告 去禁止貼這些東西 然後當天 魏京生就會抓 其他的一些人也在隨後被抓 從3月底到4月到5月份 全國開始大生活 像這個任滿町 像這個許文理 很多很多跟民主牆有關的一些民主人士被逮捕 這是 那這一段時間 從1989年底到 1978年底到1979年春天 這一段時間 就被以前稱作北京之孫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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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到了1980年代初期 曾經有一些 校園民主運動 像在北大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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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胡平 參選 海電區人大代表 那 那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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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一些人來參選 那 最後 最後是 胡平成功地當選了這個海電區的大代表 那 那 北大 北大 清華 很多很多高校 也都參與了這個 這個 就是 86年底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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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潮運動 這個 學潮運動也 也為1989年的這個學生運動 奠定了一個基礎 在這個 一次又一次的學生的抗議 遊行示威 公開性的活動當中 相互之間建立的 建立的聯繫 形成了越來越多的這種 民主的思想和民主的訴求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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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到了我們熟悉的這個 1989 1989年 學生 市民 爭取 從這個 反腐敗開始 來爭取 新聞自由 爭取言論自由 爭取民主 最後是 以這個 大屠殺 為 結束 我們知道 1989年 6月4號 波蘭的團結公會 他們 贏得了 全國 議會的選舉 然後 興奮的這個 波蘭人民 上街 遊行 準備慶祝 慶祝 他們的選舉勝利 就是在 那樣一個 一個集權期之下 終於有了 真正的 真正的選舉 他們慶祝民 這個 準備慶祝這個選舉 勝利的時候 他們從網絡裡面 聽到了 天安門 開槍 大屠殺的消息 所以 憤怒的人們 去中國大使館 進行抗議 那 那在同一天 在歐洲 在中國 發生了 截然不同的 兩件事情 那 1989年的這個 民主運動 對於整個世界 尤其對於 共產陣營的 這個 變化 這樣也起到了 非常非常大的作用 那 雖然中國從1949年之後 建立這樣一個 集權體制 它試圖摧毀 民間的組織 摧毀 摧毀這種 獨立的思想 和 這種民間的抗議 但是 1989年 學生市民所表現出來的這種 這種 自我組織能力 表現出來的 對 這種 對民主的這種訴求 和這種 對非暴力 這種手段的堅持 也是令人非常震驚的 那 但是中共把 這種和平的民主運動 一開始稱作 反革命暴亂 後來稱作 動亂 再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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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不敢再提 1989這件事情 1989之後 全國也是展開了大搜捕 大屠殺之後 就是大屠殺 而且大屠殺 不僅僅是在北京 在成都 也有 也有屠殺 然後 以這個 暴徒為名 在全國也槍斃了很多 參與抗議 示威的這些 示威群眾 有一些 有一些是在那種 極端 憤怒 悲痛的情況之下 用那個 用石頭 或者用木棍 砸一下坦克 就這樣也被 也被 定為暴徒 反革命暴徒 被判死刑 被判無期徒刑 被判 看二十年以上的圖形 也有很多 但是在八九年之後 經歷了一段時間的 非常陰暗的時期 人們也開始醞釀了新的反抗 有一些人沒有辦法去忍受這樣一種反抗 完全看不到 無法忍受這樣一種壓制 一種沒有任何獨立聲明 沒有任何反抗的這種事情 所以在1992年我的一些朋友 後來的一些朋友 像胡適根 像王天成等等 他們籌備中國自由民主黨 這也是 九十年代民間反抗運動 一些很重要的努力 九二年的中國自由民主黨 九十年的勞工同盟 從一直到1998年的中國民主黨 當時的背景是 柯林頓要訪華 而且中國在那一年加入了 簽署了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公約 所以有一些人認為 看到了一些希望 這個社會有一些開放 所以就開始醞釀在民間主黨 那像徐文立 王友財 秦永敏 扎建國等等 他們就在武漢 杭州 北京等等 全國各地很多地方 開始籌備中國自由民主黨 但是很快的自由民主黨 對不起 中國民主黨 那很快的中國民主黨的一些 一些積極的籌備者和參與者 都會被捕被判刑 被判重刑 在1992年 胡適根 開始主辦中國自由民主黨的時候 他是被判刑二十年 在監獄裡邊做了十六年半 後來像徐文明和全國很多的中國自由民主黨 就是被判十年以上的 在全國也有非常非常多的 至少有幾十個人 那在1998年之後 當然就是馬上到了1999年 鎮央法輪功 然後引起法輪功學院的一些反抗 然後在這個時候 就在中國又出現了 慢慢地出現了一個改變 對後來的政治進程 發生深遠影響的一件事情 就是互聯網 在九十年代中期 互聯網進入中國 他給中國的民間反抗運動和維權運動 注入了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 他能夠讓民間更容易地組織起來 對於民間的自我組織 自我動員 對於信息的傳播 它是起到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以有人說 戰鬥不勝的中國共產黨 可能要敗在互聯網手下 當然問題沒有那麼簡單 但是互聯網的確改變了 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中國公民運動的面貌 因為在中國 主黨或者其他的政治組織是非常危險 付出的代價極大 如果一個人主黨 他肯定會被抓 會被判重刑 而在互聯網 通過互聯網來組織民間的反抗 民間的維權運動 他的代價就要低得多 然後呢 在2003年 就是在廣州出現了一件事情 就是孫之剛事件 這個可能你們在課堂也可能討論過 一個大學生叫孫之剛被收容遣送戰打死 當時還存在一種法 叫收容遣送制度 按照中國的憲法和立法法 這樣一個剝奪公民人身自由的一個 收容遣送制度 他必須經過全國人大來批 來立法 但是他沒有經過全國人大 而是由國務院來發布的一個條例 所以我們就利用中國的憲法和立法法 來挑戰收容遣送制度 當時我和許志勇、余江 我們三個從北大博士剛剛畢業的學者 就寫信給全國人大常委會 要求全國人大常委會 對國務院的法規進行審查 我們知道在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 他有這樣的權利 對憲法進行解釋 並且宣布其他的法律法規違憲的權利 但是在實踐當中他從來沒有使用過 所以我們就試圖推動他來審查一個可能違憲的 真是明顯違憲的法規 這樣的話 一方面想要推動收容遣送制度的廢除 至少是修改 另一方面也試圖在推動中國的違憲審查制度 讓作為立法機關的人大 和作為行政機關的國務院 他們之間有一些權利的制衡 初步建立某種違憲審查的形式 但是很可惜 全國人大沒有去做這件事情 他只是通過他們私下的渠道給國務院一些壓力 最後國務院宣布廢除了收容遣送條例 那2003年的孫志剛事件 被後來的一些學者認為是公民維權運動的開始 我們前面講到的 從西蘭民主祥之後的 包括民間的公開區運動和主黨運動 可以稱作是民間反對運動 那2003年之後 開始興起公民維權運動 當然後面我們會提到 這種政治反對運動和公民維權運動 越來越河流 有一些事件 有一些運動 它沒有辦法分清到底是反對運動還是維權運動 兩者在人一人在裡面 在方式上 都有逐漸合一的趨勢 那為什麼在2003年前後 能夠出現公民維權運動 它需要一些社會條件 我們前面講到的互聯網 是一個很重要的條件 包括市場經濟 我們知道八九屠殺之後 市場經濟逐漸的取代原來的計劃經濟 就是中共正式的 正式的用市場經濟取代計劃經濟 然後呢 市場經濟它一方面帶來 民間行動空間的擴大 顯然如果你在計劃經濟下 你要建一個場地 或者你要脫離這個單位 這個行動空間和渠道是非常有限的 市場經濟帶來了行動空間的擴大 同時也帶來了媒體 傳統媒體 包括這個 尤其是報紙、雜誌 一部分 一少部分 報紙、雜誌 開始有獨立的聲音 這個就是市場化媒體 或者是媒體的某一些市場化的壓力 就是說它同時面臨著兩個壓力 最大的壓力 當然來自中間部 來自新聞審查部門 它是打控制的媒體 它不能夠讓打 不抱信否則這個媒體就會被關掉 但同時它也要面對市場 要有一定程度的競爭 所以我們看到它的南方暴力集團等等 有一些新的空間 還有就是中國在1970年末 八十年初之後的法律化進程 這種法律化進程 顯然適合文革之前 這段時間 進行對照文革的時候 這個雜誌公監法 整個的司法制度被摧毀 律師制度被取消 從1957年到1979年 中國整個二十幾年的時間 沒有一頓律師 然後在八十年代初之後 逐漸地恢復律師制度 恢復司法制度 然後全國人大和地方人大 開始制定很多法律法規 日常的行政管理 日常的社會生活 我們有了越來越多的法律化的色彩 而且也有一個意識形態的轉變 人來的這種 奔鬥師之一閃念 靈魂深處鬧革命 階級鬥爭等等 這些東西已經沒有辦法再適應這個社會的 和政治運作的需求 所以有了新的意識形態 像現代化 像立法治國 包括後來的人權 竟然被寫到憲法裏等等 有了一些新的意識形態 這也為公民維權力度 創造的一個空間 我們的基本的想法 就是所謂打著空旗反空旗 用法律來推動公民的自由 人權和政治的民主 像孫之剛事件 也就是明顯的一個例子 我們用你自己的憲法 用你自己的立法法 來挑戰你目前的收容遣充制度 從而能夠在法律化的進程當中 去做一點推動 還有就是我們前面講到的 從西南民主牆之後 一波又一波的民主人士的奮地 所謂傳統的民運人士 或者叫慈國聰重見者 從魏京生、許文立、任滿丁 錦永敏到王丹、劉曉波、曾子明等等 胡適根 這種民運人士的努力 也為公民維權運動打下了基礎 所以在王天成我們前面提到 和胡適根一起來組織 中國自由民主黨的王天成 他出獄之後 他看到我們這些人權律師 在搞這個維權運動 然後他說你們 你們終於找到了一個 或者把自由民主理念和普通民眾的需求 連接在一起的方法 那在總體來看 在1980年代、1990年代 這段時間裡邊 爭取自由、爭取民主的努力 並沒有採取 後來人權律師採取的這種形式 他們用公開性的形式 要求新能自由、要求政治民主 或者是要求釋放政治犯 那再也就是主黨的形式 我們建立一個地下政黨 自由民主黨等等 用的是這樣一種民主運動的方式 王天成說 你們怎麼找到一種 自由民主理念和這種草根的權利 利益相結合的辦法 那這是中國民主運動 或者民間運動 一個非常重要的轉變 那這樣的話 這種民間運動、公民運動 它有了更紮實的群眾基礎 比如說我們代理拆遷案件 代理這個計劃生育的案件 涉及到司法、冤案、酷刑 涉及到言論自由、信仰自由的案件 一個牧師被抓了 我們拿著憲法 說憲法有宗教信仰自由 為什麼去抓它 一個記者或者作家被抓了 我們要用憲法35條的言論自由 或者是更多的就是 像拆遷維權和其他的消費者維權等等 那這樣的話 這種和民間的利益、民間的權利 且在憲法、法律當中的這個權利 相結合的公民運動 它顯然和過去的政治反對運動有了一個區別 那我當時回復王先生 我說 並不是我們找到了一條新路 你們沒有找到 而是在80年代和90年代沒有那樣的基礎 連刑事訴訟法都沒有 刑事訴訟法都沒有 刑事訴訟法是在1989年才公佈 所以在那個時候也沒有很多的律師 更沒有人權律師 整個的社會條件、經濟條件和民間的律師都沒有達到 所以並不是他們沒有找到 而是他們沒有那樣的社會條件和政治條件 那公民維權運動經過十多年的發展 它有了很多新的 它對於中國社會的面貌有了很多的推動 在我看來公民維權運動在2003年之後 它有三個趨勢 第一個可以說是叫組織化 我們所參與的這種維權運動不僅僅是代理案 當然作為人權律師 代理案件是最主要的工作 無論是一個拆遷還是涉及言論自由 或者涉及教會的案件 我們通過律師的介入 然後在法庭上去維護當時的權利 但是個案只是一部分 在這個維權運動當中有很多很多有組織的活動 有一定有組織的一些維權活動或者抗議活動 比如說很多律師來介入同一個案件 比如說像一些群體性的抗議事件 在2007年有這個廈門PX事件 所以對於散步為觀 就從這個廈門PX事件當中來 比如說家庭教會 在中國有官方的三次愛國教會 這是由黨和政府控制的 但是有一些基督徒他們不願意去參與這個三次教會 所以就成立家庭教會 家庭教會它有一定的組織性 所以有人說家庭教會是中國最大的NGO 也有一些律師在創辦自己的NGO 創辦自己的民間機構 在2003年底我和許俊勇 我們組織了一個機構叫 當時叫陽光憲政 後來叫公盟 在2009年的時候公盟被關閉 許俊勇被逮捕 那公盟呢就是在民間NGO當中 走在比較前沿的一個NGO 我們帶領了很多訪民上訪的案件 包括我們介入山路奶粉案件 陳光成的事件 黑端瑤的事件 還有我們也曾經撰寫西藏314的研究報告 還有一些拆遷案件等等 所以在這裡面就有很多這種組織化的形式 在許俊勇從2009年被釋放之後 我們繼續去推動原來的這個工作 但是因為上了這個政府的這個黑名單 現在政府對於像公盟這樣的組織 就控制越來越遠 我們每一次去租一個辦公室 他們就給房東壓力 讓房東把我們趕走 所以我們就不斷地去換辦公室 原來的這種日常的工作 就受到很大的騷擾 所以我們就轉變了危險的方式 轉變了一些路徑 在2011年12年我們發起了新公民運動 那這樣一個新公民運動就是通過網絡 來把全國的一些願意參與公民運動的一些人 在某一些具體的訴求上 一些具體的運動當中把它連接起來 大概有幾類比如說教育平權運動 把一些這個尤其是一些移民的家長 學生連接起來在大城市裡面爭取平等的教育權利 還有這個要求官員公開財產 發起一個大規模的簽名 然後在街頭進行演講 爭取簽名 我們就到地鐵站到街上去演講 去爭取簽名 繼續標語 2013年3月31號的西單四君子事件 也是在那個背景下 一些新公民運動的一些參與者 在西單發傳單演講 要求官員公開財產 所以這也是一種組織化行動 更有意思是公民同城聚餐 我們的想法就是把全國這些有民族理念 有自由訴求的一些活躍人士 一些公民給創演起來 但是又不能阻擋代替派黨 所以我們就用聚餐吃飯的程式 大家在一塊兒 無論你是在武漢還是在長沙 把同一個城市裡面有相同想法的人聚在一起 大家在家吃飯 吃飯 但是又不僅僅是吃飯 大家在聚餐的時候 通過羅惠特議事規則來討論 討論人權問題 討論法治問題 討論某一個具體的案件 當地的一些維權的事件等等 這樣的話就既是一種民主的訓練 同時又是一種能夠串聯全國的一種公民運動 從一開始的個別的城市少數人 後來逐漸發展到全國三十多個城市 而且我們協調統一的時間 每個月的最後一個星期六的下午 來進行這樣一種公民同城聚餐 在聚餐的時候 有一些人就會把一些活動 一些討論 用微博或者是推特的方式來發布在網上 所以這樣的話形成了一種 有更多的組織化色彩的運動 還有一些其他的 像天安門母親運動 像獨立中文筆會 像泛蘭聯盟 像貴州人權研討會等等 一些越來越多的組織化的活動 這是第一個趨勢 叫組織化 第二個呢 叫街頭化 我們前面也提到 人權律師的工作在法庭內 僅僅是一部分 雖然我們的本分是要進行依法為權 但是法庭上的辯護僅僅是一少部分 在法庭之外我們也參與很多其他的活動 而且這裡面剩下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爭論 就是作為律師是否應該參與這種媒體的運作 或者是具有政治化色彩的一些抗議活動 來推動某一個案件的發展 這個後面我們還會進行討論 但是我們在法庭之外 另外組織抗議活動 組織街頭的一些圲觀活動 包括 因為這些 一些環境的污染的項目 導致的一些街頭抗議 包括 我們進行運動當中的 要求官員財產公開的運動 包括 包括教育评选去教育部请愿 要求跟教育部官员进行对话 包括比如说2012年的 南方、2013年的南方周末事件 大家在广州进行集会 要求言论自由 还有2010年的福建三网民事件 在福建有三个 刘京佑他们三个网民 因为在网络上发布一些维权的信息 结果被捕 那我们就在审判的时候 去福建当地去访阅门口进行 全国各地有很多网友 很多维权人士赶过去对这些被审判的网民进行声援 在2010年的7月4号 当天正好是其中一个被捕的 这个刘京佑被释放的那一天 而且也是美国的国新日 所以我就在推出让大家去福建 去参与一个叫中国推友节 那这样的话 我们在街头进行 实际上是这种善户 本来我们是要举行 中国推友节 欢迎邮金佑出语 但是 我们到了之后 原来预定的场地就不让我们举行活动 我们预定的这个饭馆不让我们吃饭 我们就几十个人就沿街去找饭馆 到了一个饭馆他们说我们厨师已经下班了 再到另一个饭馆说我们停电了 总之就不让我们吃饭 我们就沿街去找饭馆 再后来我和另外一个人回到酒店之后 警察就把我们包围 说有人举报我们吸毒 就把我们围在酒店的房间里面 然后其他人又赶回来声援 这样的话就有了这种街头抗议的活动越来越多 在广东南方几个省 尤其是广州深圳 有一些活跃分子 他们发起了一个以街头活动为主要特点的一个运动 叫南方街头运动 他们也并没有特别明显的这种组织形式 因为在中国如果你有固定的成员 固定的组织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他们这些南方街头运动的参与者 就是通过街头快闪的方式 也并不是人很多 有时候一个人 有时候两三个人 有时候多一点 举标语 就某一个事件进行抗议 然后把他们在街头举标语的照片 发到网上 这是南方街头运动 第三个趋势 从2003年之后 公民维权运动 它的发展还有一个趋势 就是政治化 组织化、街头化、政治化 所谓政治化 就是和法律维权相对应 对我们前面提到的一点 就是律师要不要政治化 有一些人认为 律师你的工作 只能是做法律分裂的工作 你去研究证据 你去为当事人辩护 你去按照法律程序去走就好了 你不能去接受采访 又写文章去批评政府 又参与这些零八宪章 参与各种组织活动 那当然这种说法 我想在台湾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在西方民主国家 律师做这些事情 的确是不太合适的 甚至是违背这种律师职业领理 但是在中国大陆这样一种特定的政治体制之下 如果一个律师仅仅去做这些工作 那他跟公民运动跟维权运动就没有任何关系 在中国所有的法院检察院都是党控制的 党通过政法委来控制公监法 尤其在我们所关注的政治性案件 人权案件当中 这个法官参与这个判案的法官 他更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决定权 一般上来他没有任何的决定权 那我们就必须要通过其他的形式 给法院背后的政府施加压力 而且通过媒体通过街头活动 通过一些政治化的诉求 我们也推动了维权运动的发展 然后增强了维权律师的影响力 也同时也让维权律师得到了更多的普通民众的支持 所以这个是否要政治化的问题 一直是公民维权运动当中的一个很有意识的争论 总之我们在公民维权运动当中 有了越来越多的政治化的运动 我们前面提到民间反对运动或者政治反对运动和公民维权运动 在03年之后越来越多的合友 有一些传统的民运人士参与政治反对运动的普通奉献者 他们变成维权律师 他们参与维权活动 同时维权律师也参与了很多有政治色彩的活动 比如说我本人和其他的一些律师参与零八宪章 作为零八宪章的发起的人 比如说高智晟在2006年发起的这种绝食抗暴运动 比如说像我们提到的南方周末事件 像新公民运动 像南方街头运动等等 这都是有政治化趋势的这种维权运动 像传统的反对运动也有 包括天安门母亲运动 丁子林、张千林等等 一些天安门的亲人 他们的孩子或者其他家人在天安门屠杀当中被打死或者失踪 他们就成立了这样一个天安门母亲运动 还有在贵州、杭州、长沙等等很多地方 成都也有一些政治色彩 政治反对色彩更明显的一些民间反对运动 这是政治化 也包括推动全国 中国推动人大代表直选的运动 在中国县以上的选举是公民没有办法参与的 你只能参与县下的人大代表的选举 而且即使在县镇这些人大代表的选举 也基本上是被党和政府严密操控的 真正的能够反映民间生命的代表是没有办法进去的 但是有一些人像许之勇、姚立法等等 就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去参与去县林大代的选举 那这个也是可以看出是有政治化趋势的公民维权运动 正因为公民维权运动在过去十几年的发展当中有了街头化、组织化、政治化的趋势 所以引起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非常非常高度的关注 他们非常紧张、非常害怕 所以从一开始就对公民维权运动进行污名化、进行打仗 在2005万、大概是2007年左右 把这个维权律师群体当作新非五类 他们说维权律师、意见人士、家庭教会、网络意见领袖、还有弱势群体 这是西方境外敌对势力在中国进行渗透的一些黑五类 在毛时代有五类 那这个有黑五类 这个维权律师为首的这五类就是新黑五类 然后在2006年对高智胜律师的抓捕和判刑 包括对其他的律师和维权人士的抓捕 我想像郑南宠、胡佳、秦光诚等等 这种对维权人士的抓捕、判刑、骚扰从来没有停过 但是到了2012年底、13年初之后 这种对民间运动、对公民维权运动的这种镇压 就大大的不一样了 尤其在习近平上台之后 就13年之后 对所有的公民运动都进行了全面的清洗 而且这种大规模的清洗、镇压 到今天还在持续 大量的NGO被关闭 大量的维权律师被抓 在去年7月9号 王宇、周思峰被抓之后 全国有300多维权律师被警告 被抓捕、被失踪或者被警告 至今至少有29个维权律师被关押 他们面临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或者是颠覆国家政权罪 能得非常严重的指控 那些原来在江泽民时代 和胡锦涛时代 能够有一定空间开展工作的NGO 和活跃人士 在2013年之后 也慢慢地被关闭 被限制 像一些涉及到女权 涉及到环保 涉及到艾滋病 涉及到甚至像艺人图书馆 这样一种公民教育 公民图书馆的项目也被停止 所以也包括对于教会 而且不仅仅是家庭教会 连三字教会的一些牧师也被判刑 教堂被摧毁或者被关闭 然后在浙江至少有1500多的十字架被摧毁 被强行拆除 然后呢 对于互联网 对于媒体的控制更加加强 对于大学的控制 大学老师的言论 也是加强的控制 我们知道九号文件 或者是七部讲法 不能讲公民社会 不能讲司法独立 不能讲普世价值等等 有很多很多迹象表明 习近平试图要把中国 拽回到文革的那种境地去 我们前面提到 民间的这种维权运动和反对运动 它在这样一种高压的态势之下 这种压制之下 它仍然形成了越来越强大的力量 而中共把它视为威胁 另一方面 中共本身它又面临非常多的危机 表面上中共是非常强大 非常自信 它叫三个自信 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道路自信 制度自信 理论自信 而且它的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二 它在国际舞台上也越来越强硬 但实际上它并不那么自信 它面临很多的危机 包括政治危机 包括党内的矛盾 包括官民的矛盾 社会危机 环境危机 尤其是经济危机 在正常的社会里面 经济危机只是经济方面而已 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体制之下 经济危机一旦爆发 它就会把被经济快速发展所掩盖的社会危机 和政治危机给暴露出来 所以中共而且还有历史形态危机 人们越来越多的不相信中共的意识形态宣传 不相信官方媒体的这种种的说法 连党的干部也都不相信中共的这套宣传体系 互联网也让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觉醒看到了真相 所以所有的这些危机叠加起来 就让中共感觉这是一个 现在面临一个生死攸关的关头 我们从很多中共高级的讲话和一些文件里面能够看到 他们对于自己执政地位的这种担忧 包括对可能发生的人色和平演变的担忧 那这些是对于维权运动加强镇压的一个背景 那我觉得可以做一些简单的结论吧 首先中国的民间反对运动和公民维权运动 他们越来越多的相互影响和流 而且我们也能够从这些运动当中看到 和更早的这些民主运动和反抗运动的一些联系 比如说北大57年的519运动 到1978年的西单民主床运动 86年87年的学潮 89年的民主运动 90年代的主党运动 一直到后来的公民维权运动 他们都有某种精神上和行动上和人员上的关联 而公民维权运动和民间反抗运动 它对于中国的这种政治生态 应该有一个非常 对这样一个党国体制有非常深刻的影响 虽然从力量对比上来看 这样一个公民运动和强大的中共的暴力机器 比起来还是相当的弱小 但是它将会更深刻地改变中国的政治生态 也将会在未来的民主化过程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现在中国的公民运动面临最严厉的打压 实际上是1989年之后 一个最低谷最残酷的一场打压 从2013年年出到现在 所以就需要国际社会 国际人权机构 需要西方民主国家更多的支持 关注 因为中国的人权 中国的自由不仅仅是中国人的事情 它也是全世界所有人的事情 有很多例子 比如说李波事件在香港 在泰国 在缅甸 在越南 对于中国的维权人士 民主人士 进行绑架 比如说在台湾 在香港 对于媒体的渗透 比如说 长平北风 他们是流亡 流亡在欧洲 在美国的民主人士 维权人士 他们的家人被绑架 等等 包括像孔子学院等等 包括政府 通过其他的所谓的实力 对于西方言论自由 学术自由的这种负面影响 也包括在经济贸易当中 对于西方的自由价值的影响 等等 我自己的一个例子 就是在 我一年之前 我在哈佛法学院的时候 他们 美国的 美国全国律师协会 ABA 他们邀请我写一本书 来讲我自己的故事 讲中国的这种政治社会 但是 但是他们 在我签了这个正式的出版活动之后 他们害怕 害怕中国的项目受影响 害怕中国政府不好信 所以就取消了这样一个出版计划 那 可见 可见这样一种 这么强大的一个机构 它在中共的压力面前 在进行自我审查 那 所以 所以 国际社会有责任 做更多的事情 去支持中国的民间社会 去支持中国的民主运动 好 我就先讲这些 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讲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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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彪老师 唐彪老师 唐彪老师的演讲 可能要完全听懂 唐彪老师说的内容 因为是从文革开始讲起 一直到现在 50年的历史 中间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那 他在演讲当中 有的讲得多了一点 有的讲得比较简单 可能很多的同学 特别是台湾的同学 可能也包括一部分大陆的同学 可能也不是那么熟悉 但中国社会 过去50年 发生了很多事情 那 现在 有很多的情况 也 让我们很担心 特别是在台湾的 我们 始终会 对中国大陆的情报 保持关注的情报以下 看到这两三年 确实 确实是很难理解 这两三年的一些状态 不晓得各位在座的同学 台湾同学也好 大陆同学也好 有没有什么问题 或者你的观察 或者你想要有一些补充 乃至于有不同意 童教老师的观点 也可以借此 这个机会 提出自己的想法 或者提出问题 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 有没有 在座有多少位大陆同学 有没有 OK 好 谢谢 我本来以为 这个 兰修正大学交换的大陆同学 应该很多人来提 但没有想到 可能我们宣传不够 所以好像只有修正能课 当本人修正能课 其实是很欢迎 你有修正能课的同学 台声也好 路声也好 都能来听这个演讲 我们留了比较聪明的时间 给各位问问题 有没有 OK 那边有大客户 欢迎 还有没有第二位同学 演向多问题的人 可以先取消 呃 童教老师你好 就是我可以问一个 比较不好意思的问题 就是你会被 中共他们认为是 思想不纯正的人吗 这些问题 思想不纯正是吧 嗯 对 当然思想不纯正 就是 嗯 你知道在 前面讲到 讲到1989 讲到九现在 在我 1989年的时候 我是 高一的学生 所以我没有见 看到 我只是在电视上 看到 这个1989 我们的 学生运动的一些 一些画面 那 在那个时候 只要我在1991年 进北大之前 基本上 是一个 是一个 被洗脑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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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 党说什么我就信 党说 这个八九是暴乱 那我就相信 党说在 在地史书 政治书里面 说的一切事情 我都相信 因为我没有 没有 任何渠道 是接触 相反的信心 实际上也并不是 我相信 而是说 我没有自己的想法 没有 没有这个 独立思考的能力 一直到 遇到 在北大 一两年之后 慢慢慢慢的 开始 恢复 形成了 这种 独立思考 当我 意识到 我在 用我自己的脑子 进行思考的时候 当时 可以想象 那种内心的 幸福 那当然 你用自己的思想 用自己的脑子 进行思考 那你的思想 就开始 不纯正了 这个 对党的很多说法 对之前所接受的 很多很多概念 都开始进行 进行反思 那现在 现在我的思想 不但是不纯正 而且是大大的 这个 毒化 这个 这个 我 这个 比如说 这个 自由民主 人权宪政 这些 这些 所谓的这个 西方 价值观 这些就不用说了 在这个 民 民族问题上 我也是思想 是大大的 不纯正 在 在我身边一些 从事维权运动 从事人权工作的一些朋友 你跟他们讲 讲库刑 讲计划生育 讲这个 言论自由 等等这一切 我们都 都一样 就是共同的想法 但是讲到 台湾 西藏 新疆 这些问题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 跟你 跟你 这个 发生 强烈的冲突 他们完全没有办法 说 台湾 台湾 人 要决定 台湾人的命运 西藏 西藏人有权力 决定西藏人的命运 他们是没有办法 说 西藏可以从中国 分离出去 新疆可以从中国 分离出去 那中国 不就是一小块 等等 台湾 在他们看来 就是中国的 一个省而已 那 而这些想法 我也是 也是 慢慢的 就是 原来我也是 那想法 但是慢慢的 我就 就 就不純正了 我觉得 台湾人当然 台湾人的命运 当然由台湾人的命运 西藏人的命运 当然由西藏人的命运 所以在中国看来 那些 跟基本的人的尊严 跟自由民主的 基本理念 基本原则 有关的 这些思想 都是不純正的 所以欺不讲 欺不讲你只要 同意任何一条 公民社会 司法独立 普世价值 党犯的历史错误等等 同意任何一条 你的思想 就不純正了 就是 康彪老师你好 就是我想问一下 呃 就是像你刚刚说 就是 一些维权组织 就是会被打压 那除了你刚刚说 你间接的那个 出版计划 没有办法实行之外 你有什么就是 被直接 就是可能是 打压人 就是经理 这样子 在美国还是在中国 呃 到台 对 在美国这个就是 美国是一个 自由社会 那在 那我的书 被取消 出版 包括在美国大学的 有一两次演讲 预定好的演讲 被取消 因为他们同样的理由 害怕跟中国的合作 相同受影响 那这种这种 这种例子是有了 其他的教授 学者也有类似的经理 但是在中国的 那在中国的 那这种 那这种就 就太多了 就是 03年我就是 成为中国 政法大学的 讲师 那 因为 因为我的这个 人权活动 被学校停课 因为参与 参与 08宪章 被学校停课 参与这个 纪念六四的研讨会 2009年 纪念六四二十中年的 研讨会 被学校停课 后来被 被中国政法大学 开除 包括 包括被 被软禁 一到这个六四啊 或者两会啊 或者有什么 领导人要 要来北京访问 我就被 被软禁在家 不能出门 然后在08年 我被 被这个 调调律师证 而且也在08年 被 没收护照 我要出国 参与一个会议的时候 就 护照就被 抢走了 被没收了 然后呢 在08年 也被 绑架 关了两天 在 总共被 绑架过三次 第二次 关的时间比较长 关了七十天 就是所谓的 莫里花 你知道莫里花吗 在 2011年 春天 所谓阿拉伯之村 突尼斯埃及 他们 通过 莫里花革命 实现了 实现了 推翻了原来的独裁事 那有一些人 就 号召中国 中国的公民 也进行 类似的这种集会 那在 他们号召 2月20号 星期天 到 一些地方集会 它变了 很多 很多城市的集会地点 结果在 2月19号 我和其他的一些 维权律师 和 维权人士 就被 被绑架 他们就把我给 塞到 车里面 然后关到一个地方 关了 总共关了 三个 三个黑 黑监狱 然后 然后 审问 毫打 不让人睡觉 然后带 带手铐 每天待二次小时 待了 一个多月 然后 每天 从早到晚 坐在地上 面对墙 不能动 一动 他们就打你 等等 就是受了很多 酷刑 那 这种 被绑架 被关押 被禁止 出国 吊销律师证 中国很多 很多的 维权律师 和维权人士 都禁闭过 甚至还有一些维权人士 像 曹孙辟 像 张六宝 像 薛景波等等 一些 一些维权人士 在这个监狱里面 被 被打死 非常谢谢同标老师 就是用非常宏观的角度来讲 这段五十多年的历史 让我真的是从文革到 八零年代的民间繁星会运动 到九零年代后的这种公民维权运动 让我毛色斗开 真的是很佩服 然后我想问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 尤其你刚刚描述 2013年习近平之后的转变 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 我们都有感受到最近的这些事件 所带来的紧缩 我想问的是 可是就是你刚刚说互联网 现在对中国的影响感应也很大 如果在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后的紧缩状况之下 我们是不是对中国的民间社会 还能够有乐观的期待 他有没有这样的条件 就是能够对习近平的这种紧缩的控制 其实是有反抗的空间 就是是不是还有这个乐观的条件跟可能 在哪里 第二个是我想问 台湾可以做什么 就是台湾相对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民主运动 或者是维权运动 台湾不只是因为在世界上 跟中国的关系在一切 那台湾的一间社会 如果围观的话 是不是有用 我想问这两个问题 第一个公民社会的空间 当然还有 现在虽然是处在八九年之后的最低谷 但是仍然有一些人在坚持 包括被抓的这么多律师 他们要请新的律师 然后这些新的律师也非常非常勇敢 他们在尽他们最大的努力去辩护 还有一些NGO在坚持 包括一些教会等等 虽然这个风险 做同样的维权的工作 风险比以前大大的增加了 但是很多人没有退出 虽然有一定的寒禅效应 有一些人被迫的保持低调或者退出 但是也有一些新的新人加减了一间 在04、05年全国只有20、30个维权律师 那到2012、2013年 有几百个维权律师 我几乎认识了一颗 那到现在 这个维权律师案件就更多了 有一些我从来没有见过的 没有认识的律师 兴起 所以习近平 他的这种高压政策 虽然让民间陷入低谷 但是没有办法完全的 让民间彻底停顿 彻底沉默 我们前面讲到这个习 他有很多个人崇拜的一些东西 包括对民间的压制 包括意识形态的一些 一些这种 一些僵尸的话语史归出来 等等 都表明他想要再搞文革 但是我曾经有文章论述 这个 现在的中共和文革时候的中共 已经有了很多 或者中国社会 已经有了很多的不同 一个呢 就是律师形态 他的这种 他的这个 就是 他能够掀起的这种 律师形态防热运动 已经 已经没有那样的条件 思想条件和社会条件 另外呢 就是动员能力 在毛时代 他通过一个极权体制 可以进行大规模的动员力 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 那在现在呢 这种 动员能力 在下降 或者说 党已经 不敢再进行 这么大规模的 群众动员 当然他有时候 会用反日啊 反美啊 这种民族主义的议题上 进行动员 上街 去抗日 去砸日车 等等 但是他是非常非常地小心 因为这种民族主义的群众动员 可以成为双刃剑 他是比较害怕的 有一个小的故事 有一年大概2010年 忘了哪一年 他们又跟日本发生冲突 然后有一些人要说 去日本驻中国的使馆门口去抗议 有一些人就准备去抗议 然后当天我在正法大学有课 警察就跑到我家 说你今天坐我们警车去上课 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不为什么 原来就是那一天 有人要去日本习惯的抗议 我说你不用 不用去用警车压着我去上课 我不会参与那种抗议 但是他们还是不放心 就是怕我们这些 这些思想不纯正的 别有用心的人去参与 那样的民族主义抗议 然后让这种抗议的 这个矛头调整方向 所以这种动员能力 他的这种 对于自己合法性的判断 已经很不一样了 那也就意味着 民间的空间 不会彻底的消失 还会继续的去有人在这里 尤其是这样一个 司法制度和政治制度 不变的情况下 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公民 他的权利受到侵犯 那一部分权利被侵犯的公民 他们要抗争 要反抗 要参与这个维权运动 那第二个呢 台湾 这个刚才罗教授也说了 我跟罗教授在聊天的时候也谈到 无论台湾跟中国将来是什么样的关系 也无论中国大陆是否民主化 那 中国是台湾 没有办法去避开的一个 一个话题 一个存在 它在政治经济文化 各方面都对台湾有影响 所以我们不能 不能因为 我们要 越来越多的台湾年轻人 希望建立台湾国 希望独立 这 我是不反对的 我觉得 这是你们的权利 但是 如果你说 跟中国 我们不要去 不要发生关系 我们不去管它 它的人权 它的民主化 它的什么什么东西 我们不要去管它 我们只做我们台湾的事情 这就是大错错错的 所以 因为这样一个 尤其是在它民主化完成之前 它要对台湾的自由社会 对你的媒体 对你的这个 经济 政事 选举 等等 进行 进行渗透 对 包括 对 对你的这个生活 包括 大陆的游客 等等 各方面 都对台湾有影响 所以 所以 台湾 有更多的责任 和更多的条件 去支持 支持 中国的 民主运动 具体的 或者是 有很多人在做 有一些 台湾朋友 他们在做 提供一些培训 一些 一些合作 有很多的具体的建议 我就不详细说 但是 要有一个基本的理念 就像 我在ABA事件当中所说的 很多西方的人权组织 和西方政府 他们想要跟中国的官方机构 进行合作 比如说ABA 这是美国律师协会 但他们到中国去 他们首先想到的是 中国律师协会 那就跟他们进行合作 给他们钱 给他们培训 但是这个思路就错了 因为中国的 律师协会 完全被中共控制 完全不能够代表 律师的权利 我可以教授律师上 是 中国的律师协会 他们是一直配合 帮助中国政府 在压制 维权律师 所以要支持中国的民主运动 支持中国的维权运动 就不能具有这样一个思路 而是支持真正的 推动中国人权民主 而不是这些官方的机构 官方的大学 研究生是不是应该要问一下问题 然后等一下 吴王老师 王军寿教授 王军寿教授 也欢迎 您提供一些意见给各位 那我先请 林彪老师 你好 可是我想问一下 就是 听到你这么多 就是对维权运动的 那个参与 可是很明显就是在大陆 可能 其实还是还蛮受限的 就是个人力量有限 然后团体的力量也是相当受限 那就是在这么受限的环境下 就是你觉得 你可以做到的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就是实质上 可以为中国带来什么 实质的帮助之类的 哦 哦 对 嗯 对 这个能设计是很好的问题 嗯 怎么说呢 因为 在我和我的一些朋友们 带来的大量的人权案件 推动的这些维权活动当中 呃 深圳所谓成功的案例是 是占少数 百分之 百分之十都不到 啊 大量的比如说 比如说政治犯 感谢犯案件 这是不可能成功的 党要抓你 要给你判五年 你怎么怎么辩护 你无论采取什么什么策略 都没用的 就是结果是 是是是变不了的 在百分之九十九的 九的情况下 是是不可能成功的 但是 但是 但是也有特别的成功呢 比如像孙之刚事件 像这个 像这个 等国权案 一个 我辩护的一个死刑犯 原来 原来被判死刑 后来改成失法 再后来被 被释放 有一些 有一些 成功的案例 但是 但是 但是这个利益 不在于 各案 成功与否 而在于 在这个过程当中 推进了 公民意识 法治意识的 觉醒 推动了民间的 联合 我们在这个 在这个 在这个 维权运动当中 有越来越多的人 加点 为什么加点 这些 这些人 明明知道你们 这些律师 打不一官司 而且被政府 骚扰 吊销律师证 被绑架 为什么别的律师 还要加点 就是因为这个 有意义 不仅有意义 而是有意识 我猜 为什么 这个 不断地去做 没有精神 就是因为 它有意识 像吸毒一样 有意义 就是非常 非常 和这样一个 专制政权 进行抗争 是非常 非常好玩的一件事情 那 从 往大的说 中国的维权运动 公民运动 它也扩大了 民间的力量 那这种 这种民间 虽然现在 和中共比起来 还是非常脆弱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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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这样一个健康的 民间力量 中国的这个 民主 民主化 进程也是 没有可能的 你好 我就想要 请问一下 这两个小问题 就是 一是 您作为一位律师 您对肯尼亚 那个事件 您觉得是 以律师的角度来看的话 到底是 怎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 其次是 就是 巴拿马文件 就是 刚才你说的是什么 肯尼亚案件 就是 之前 然后 第二个是 您觉得在国内 关于巴拿马文件 律师可以做什么 对 巴拿马文件 这 主要是 这个调查记者 在做的事情 我觉得是非常棒 那当然 对于中国来说 有什么新的事情 在四年之前 就有 这个像 一些高官啊 这个 习近平 温家宝等等 有很多高官 这个 签入到一些 一些腐败 包括 如果 纽约时报 等等 也揭露了一些 东西 但是在中国 它就给你强行的压制下去 不让民众知道 那这一次 中共也是 最大努力 不让民众去知道 这个巴拿马文件 但是因为网络、微信等等知道的人还是越来越多 但是在条件没有达到的时候 民众知道了又能怎么样 其实没有发那么多件 老百姓也知道中共这个高层都是非常腐败的 那国内的律师 我也看不出来能做什么事情 我们再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提示我们发起要求官员财产公开案件 你可以想象 当他们知道我们在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的时候 这些高官他们内心是多害怕多愤怒 那在国内也没有办法去有什么法律的行动 肯尼亚的事件我没有专门研究 所以我想这肯定有一些法律问题可以探讨 但是我的重点还是 就是中共它在全世界的渗透 它会践踏一些国际法的原则 它会影响这种原则 现在的中共政府 它开始更多地进行有侵略性的一些扩张 所以我觉得像肯尼亚事件和之前发生的绑架出伤 这些事件都是反映了这样一个专制政权 它是不会尊重国界的 它一定会把手伸向台湾伸向肯尼亚伸向美国欧洲 所以类似这样的事件越来越多 也必须要引起全世界的警惕 谢谢那个很好吃来 我是陈奥真士忌宏 那我已经很久没有这么认真听演讲 那其实我会变很多 那我感觉是最认真的 最认真的学生 那我 第一个我很感谢那个陈律师来 那我想 我先说点个人感觉 我说 中国的维权律师大概是这些十年来 全世界我想 对于微抗 抗运动 我想是大概是全世界 大概属于什么 我想这批人也是对我理想性的 现在也大概是遭到大量打压 那 那但是我还是有一些比较批判性的问题 第一个 大家一开始已经回答 中国历史峰会的角色 第二个我想问的是 这个维权律师 就是维权运动的运动车 基本上是认为法律是有效的 那 那问题是来的 那我想知道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 如果 法律是有效的 你要进来去维权 那基本上应该是有一些地方 是你会得到帮助 或是会站在律师这边 那最重要的是法院 那我们到时候在这边的 其实中国海洋民国 大概有一点点了解 那我想 我还是有请教成绩说 这个法院 如何看待 维权律师 维权律师 维权律师的 政绩影响 如果法院都不支持 的话 同样没有差的话 那第二个 其实我认为是 改革运动 我相信你大家也知道 我大概已经到了一个瓶颈 那其实 维权已经到了一个中心 最后一个中心没有去谈 其实是中国的一党共争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 我当然就 所以我个人立场 我当然会 这个虽然是不太 不能说完全没有 完全四大 就是台湾很 你很容易会把台湾跟中国做比较 那台湾的改革 像是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律师 都是先政治改革之后 台湾的司法改革 才更上来 那 其实我现在有点 我有一点强烈的 就是比方悲观 如果在中国政治制度 没有做很大的改革的时候 这样子有所谓的威权运动 或是所谓的司法改革 或是你透过法院去改革中国社会 或保障人选 我不知道这个有多大的可能性 多想起 就是这些问题 谢谢 好 谢谢王教授 那 关于法院的角色 这个其实很明确 法院在中国没有任何的独立性 法官没有任何的独立性 基本上要受党和政府的控制 那在今天有一个阶段 就是党是接着来判案 而79年有一个64号的件 然后党慢慢的就是间接的控制 但是对于政治性的案件 对于大的 有重大影响的大案要案 那这个就是法官的这个空间 就是几乎是零 如果一个有普通的离婚啊 或者是合同啊 如果没有官员参与 政治因素参与 法官应该也可以做到 做到这个立法判案 但是但是大量的行政案件 刑事案件 尤其是这种敏感的案件 这个这个法院 法官是不可能不可能支持 维权律师的 这个这个他没有没有 没有这样的没有这样的独立性 在政治上也不可能去去去公开的 对维权律师的工作有任何的支持 这是非常非常明确 那第二个呢 是关于这个 关于 对 对 释放改革 释放改革 这个事实上 中国跟台湾的比较 当然有很多人对这方面有研究 把花工夫去比较 两岸的民主化进程 台湾当然有非常多的 这个这个民主化的经验 值得我们去学习 从全世界方面来讲 台湾的民主化转型 也是被公认为最成功的 民主化转型案例之一 那但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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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里面强调的是 在很大程度上 这个这个是没办法比较 讲中正在在台湾所建立的 这样一个一个威权体制 和毛在中国建立的这样一个极权体制 他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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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在在在在在 在政治学上是非常不一样的 一个是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一个是 他们有 有非常多的不一样 台湾在五十年代就有了 这个地方 选举有一些民间人士 进入这个地方的立法议会 那那而且他对宗教的 对宗教对文化对于思想的这个 这个这种限制和和中共的那个 那个完全是不可同而已 所以所以这个那那在在中国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司法改革也是没有 也是没有可能性的 当然在过去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面 有了一些審判方式改革 政局制度改革 律师制度改革 但是但是这些意义都不大 就是没有办法去突破这样一个 一党制的这样一个空间 那在在这种政治 政治民主框架完成之前 所谓的这个这个司法改革也是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空间 好 其实那个滕彪的市场是很纯正的 对 因为在香港他一直要找我去看黄色小鸭 对啊 对啊 对好 那没有我想要问一件事情就是 嗯 你怎么去看市场经济 我记得有一次在 香港我们刚好就是你要 你和香港我们刚好见面嘛 然后在吃饭聊天 就听起来对市场经济是非常推崇 那今天在谈的时候也会觉得 在中国的这种发展过程当中 市场经济看了非常大的角色 那包括特别是像南方抱怨 那这当然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就是市场经济的确是在 冲破威权提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面向 但是市场经济如果过度乐观 恐怕它也会造成更大的社会的一些问题 或是另外一种极权的形式 或是另外一种所谓的贫富差距更大 我不知道你怎么去看市场经济这样的东西 那我简单讲这个问题有好几个层次 首先中国目前并不是市场经济 表面上是市场经济 取代计划经济 但是欧洲从来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 所控制的一种扭曲的市场经济 所以这种市场经济也造成了这种贫富悬殊 造成了这种环境污染 造成了这种不可持续发展 那也和现在所面临的这种经济危机 股票等等 都是房产泡沫等等 都是有关系的 这是一点 第二点就是西方在中国 刚刚搞市场经济的时候 有一种普遍的乐观说 市场经济自然会导致民主化 会产生中产阶级 然后有这种民主的诉求 但是现在回头看来 这种判断太过简单化了 中国的市场经济 所谓的这种市场经济 没有产生所谓的中产阶级 中国的所谓中产阶级 也是依附在一个官商勾结集团之下 有钱的中国人 并不是因为他们聪明 他们能够抓住商机 并不是这样 绝大多数 几乎绝大多数 这些自得富的人 先富起来的这一部分 都是因为跟党 跟高官有关系 勾结 不正当地获得了财数 但是我想你问的 你问的 可能是在第3点 我只能简单地说 就是西方的这种左右 支撑市场和福利 哪个多一点哪个少一点 我个人比较右 比较靠右一些 我不希望看到大政府 政府收特别高的税 然后分配 然后各种保险 各种福利很多 然后分配 中国有很多自由派 大家有一种本能的抗拒 因为中国这样一种市场 政府太大了管一切 所以我们希望政府小一点 但是这个问题不大 因为前提是有民主有投票 那你这样一个国家 无论是日本还是台湾还是中国 美国 你想税率高一点福利多一点 还是税率少一点福利少一点 市场多一点 那这是我觉得应该交易民主公共选择 我觉得应该交易民主公共选择 公共选择 那我们下班 我们下班 我们下班 也会认为 辉语 老师您好 我是素育的研究生长 我想问问题 就是老师您的观点和您参与了 就是您参与的经验 还是您觉得未来 几年的中国威权运动 会有什么样的转变或发展 或什么样的危机 這是一個簡單的文章 未來幾年 首先從中共的角度 它的鎮壓不會有什麼變化 它會持續的抓人 持續的鎮壓 對NGO 對民間維權 這種清洗的政策 基本上不會改變 從維權人士來講 現在面臨極大的困難 至於採取什麼樣的策略的變化 什麼樣的新的手段 這個也只能由這些在地的 維權人士進行摸索探索 但是習近平上台之後 所做的種種道行逆施 它實際上是加大了中國政治的不確定性 在學術圈裡面 中國政治唯一的確定性 就是它的不確定性 那中共現在這樣的高壓 它增加了中國政治進行的不確定性 你要問我中國這個民族轉型 以什麼方式 多長時間內完成 這我是沒有辦法回答的 基本上是一種突變 但是需要多長時間 這個變化過程會發生什麼東西 這是非常難以判斷的 那我個人覺得像台灣這種比較順利的 和平不留寫的轉型的可能性已經沒有了 就是我兩個問題 然後第一個是 剛剛老師也有講到那個 律師要不要政治化這個問題 那我是覺得說 就是因為政治有這個高壓的政策 所以才會趕過來加強律師 以及各男科學有一些有心的人 就是去政治化這個途徑 所以我覺得它是一個 不可避免的一個歷程這樣子 然後第二個是 第二個是我打問的問題是說 中國他最近就是一直不斷徵 一些世界級的活動 就是的一些主辦權這樣子 那是不是政府的另外一種方式 就是對內可以用來凝聚人民的認同 這件事情然後消滅一些反韓的動機 然後對外是可以提升他自己的經濟 能力跟人建築這樣子 謝謝 第一個設想就是 這種政治的高壓也使民間 運動的政治化不可避免 基本上是這樣 這裡面有很多可以討論的東西 那第二點呢 關於中共舉辦的奧運會 亞運會 世國會等等 A派會議等等 越來越多 一方面也是他這種經濟覺醒的體現 那中共利用這些東西來凝聚 所謂的凝聚民心 增強它的格法性 這當然有這個用意在裡面 同時通過這些會議 它也在某種程度上加強了中共的維穩體制 所以可以研究一下2008年前後 因為北京奧運會 它對於維穩體制的一些影響 的確是奧運會 它讓維穩到現在的這種廣格化維穩 越來越強 它也是從另一個角度 對於民間維權運動的一個回應 是這樣 我們現場來了 胡云輝老師 有沒有發表高見問題 什麼問題 我真知道他一定沒有高見 我沒有高見 因為我想 郭老師一定是希望有人問問題 其實陳先生一定有很多問題 同學們想問 我想問的問題 是我前不久看過 有一個訪談 您在台灣接受的訪談 談到了對於台灣獨立的看法 因為在未來的過程裡面 我看您是在蠻多在海外的中國人士裡面 你比較直眼的 你認為即使台灣 將來要走上獨立的道路 那這個也是台灣人 你自己要做個選擇 你類似尊重這個選擇 但你認為未來 假設有一天 大家在國際上 中國跟台灣要合為一個 某種共同體 那當然也是可以考慮 我那是在對面的將來 我沒想到我的記憶有沒有錯 不曉得您在這個部分 您願意談談 您直接談 好 謝謝 對 當然 台灣 目前已經是一個 客觀上 事實上是一個 主權獨立的國家 而且獲得了二十幾個國家的承認 那 可能會變 會多一個少一個 少兩個 那 從理論上來說 我支持這種自學的權力 台灣 就是我沒有權力對台灣人說 你們應該獨立 或者你們不應該獨立 那這個權力是全體台灣人的 並不是像中共所說的 是台灣人和中國人一起決定的 這樣的話 你們怎麼投票都沒辦法獨立 那 那 至於將來 這個 將來台灣跟中國的這個關係 當然可以有各種各樣的 各種各樣的這個關係 如果中國民主化之後 那兩岸我覺得應該有各種可能性 它的政治經濟貿易社會的交往 不會有什麼負面的東西 那兩岸可以有各種各種 像歐洲 歐洲的這個 它的獨立主權國家 但是它們 他們自願地成立一個 一個 一個超國家的 一個聯合體 那 在歐盟的框架下 你去看主權 它又有不一樣的 它這個 很多國家統一 統一這個簽證 然後統一貨幣 然後它又有歐洲 歐洲法院 人權法院等等 它的一部分 它的一部分主權 已經給共同的 由這個歐盟來行使 那 那 我覺得這是 這是人類發展的一個方向 我 我個人是非常 非常 反動的 就是 我反對 反對 這種 國家主義 民主主義 以前 我們圈子裡面常說 這個 這個 愛國 愛黨 不等於愛政府 對 不等於愛政府 在中國 要花很多的時間 跟他們解釋 黨不等於政府 不等於國家 所以 很多人說 我愛國 但是 我 反黨 但是 我 既不 愛黨 也不愛國 我覺得 我覺得 國家大小 國家有無 都是 無所謂的 我首先認同的 不是國家 我做一個人 我首先不是 中國人 我首先是一個 人 或者說 我首先是 人類社會的一份子 所以 我們要 無論是台灣人 還是中國人 還是 任何地方的人 我覺得 應該 推往這樣的理念 就是 人類主義 世界主義 我認同的是 人的自由尊嚴 人的價值 我要關心 我要愛的 我要關心的 也是 人類 不管他是 台灣人 還是日本人 還是南非人 人 人是 人是一樣的 所以 首先要認同 認同人 這樣的話 國家的 界限 其實就 不那麼重要 包括 宗教的界限 包括 語言的界限 等等 這些人類的界限 都不那麼重要 如果 如果 全世界 有多數人 都這麼 都這麼 看問題的話 很多宗教戰爭 國與國之間的戰爭 十幾萬人 幾百萬人的 屠殺戰爭 都可以定了 好 最後一個點名提問 我已經點完了 我們時間也差不多了 今天很感謝 唐彪老師的分享 他的分享當中 我想給我們很多的情報 剛才我也在想說 包括讀學問很好問題 我是不是一個思想存在的人 然後再好好想一下 我覺得其實在座的人 我們都是人 然後 我們也都有一個本能 就是 會愛人 那 所以其實跟 唐彪老師 想法是很接近 然後 我想 就是一種 希望能夠 保障人權 追求自己的人權 跟保障人權 然後 我們希望 能夠 世界能夠朝向 更多的平和 理性 來自於大同的方向去發展 至於像是自由民主 這樣的價值的追求 或者是公平正義 這個價值的追求 其實他追求的過程當中 是一致的 他中間並不是說 是一個對立的 或者只能二選一的 就像 他是在不同的語境 跟脈絡底下 比方說 唐彪老師在大陸的脈絡下面 他會自認為自己 比較中間偏右一點 因為對於他來說 在大陸 可能 主要在前面 是 必須要有自由民主 公平正義 才會是比較有保障 要不然公平正義 只是一個短暫 或者 讓你犧牲的自由民主 對於台灣來講 我們可能就是 因為我們在這個階段 已經追求到了 基本的自由民主的 一個保障 所以我們希望 台灣社會能夠朝向 能權更完整的保障 所以我們就會 中間偏左一點 我們希望這個時候 公平正義比較重要 但事實上 我們都是一樣的人 就是我們都不能 只有自由民主 包括投票而已 我們也需要有公平正義 然後這兩個 同時的實現 而且相互保障 因為沒有公平正義的自由民主 不是真正的自由民主 而沒有公平正義的 沒有自由民主的公平正義 而只是當權者的私捨 或者是 並不是一個真正 人權可以充分受到保障的一個地方 那我覺得大陸現在跟台灣 其實我們物質條件各方面 風流太爛的差別 大陸甚至比台灣更加的繁榮 富裕 然後進步 有些地方也比台灣更進步 這都是我們必須要看到 跟承認的 但是其實 還是有一個很大的差別 這個差別 非常的重要 像童雕老師 童雕老師講 我們都是老師 但是呢 我至今 因為 不夠重要的關係 理想必須有多大 我還沒有被學校停過課 其實我也很想停課 最好這種薪水可以領的 然後再來呢 我沒有坐過警車 去上課 對不對 我都只能靠自己 走路過來 或騎車過來 對不對 然後再來呢 我們 我們在台灣的人 沒有 沒有任何的告訴我們說 上課 要講什麼 跟不能講什麼 也都不能講公平社會 現在證明 主心能 自由 普世價值 或者國民黨的錯誤 我們不只可以講 國民黨的歷史錯誤 我們可以講 民進黨現在的錯誤 對不對 還有包括對岸的共產黨 所以這大概是很大的差別 然後另外呢 我還沒有被私奉過 我沒有被監視居住過 不過我因為研究興趣的關係 經常必須到大陸去 所以呢 我需要律師 萬一我出事的時候 萬一我在那邊被限制自由了 或不能 不能放我回來的時候 你們一定要聲援我 因為有你們的存在 所以我絕對不害怕 其實做很多事情的人是這樣 就是說 只要後面還有人關注這件事情 哪怕是一個人兩個人 那前面的人就會有力氣 就會覺得他做的事情 是有意義的 有價值的 所以我們年復一年的在這邊霧能子弟 年復一年的在這邊 其實我們也從中得到很多快樂 就是我們要把我們的 純正的思想傳遍 因為呢 從而你們可以建立自己的思想 可能比我們還更加純正 更值得追求你的思想 但我們去做我們所相信的事情 去追求我們認為有意義的事情 對個人有意義 對別人有意義 對整個社會 乃至於整個世界有意義 那當然是最好的 但是要做有意義的事情 那彭彪老師 給我們做了很好的示範 雖然看起來 未來前路茫茫 未來充滿很不確定性 但是呢 他也說他覺得 未來這幾年 他覺得他比較悲觀 不過我覺得其實 其實我們都沒有悲觀的權利 那我們要奮鬥 要樂觀 先奮鬥再樂觀 不能夠倒過來 先奮鬥再奮鬥 但有人在奮鬥 我們就不去悲觀 假如沒有人在前面奮鬥 那你就要站出來 你就要站出來 沒有人 那就是你 OK 所以如果我們有彭彪老師的話 我們可以現在好好的 做關心別的事情也可以 但是如果他倒下了 如果他不能再往前進了 那你們要支持他 你們要站出來 你們要成為中間的分子 這個社會就會幾乎 好 最後不知道 彭彪老師有沒有 最後的conclusion 然後我們就結束了 沒有人 謝謝 謝謝 我們今天已經很克制了 接下來 各位同學 1點15分 這個教室有沒有上課 所以麻煩盡快移動 然後自己帶來的東西 記得帶走